一吹哨 五個月大的貴賓犬阿瑟 立即跑來 乖乖坐在左人面前吃他 乖巧模樣 真的好討喜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不少受過訓練的毛小孩 可是聰明又乖巧 隨著台灣飼養寵物比例逐年增加 也讓不曉毛孩爸媽相當頭痛 對於無法溝通的寵物們 根本猜不透他們的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他可能是想要做些什麼事 但是因為我不懂他的行為表現 因為藉由這堂課可能可以再另外了解一下 去另外了解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對 但是可能就是還是要 需要經過時間 時間上去互相做溝通 狗狗的一些行為問題看 就是不會在課堂上 然後去找一些比較正面的解決方式 然後就是回家再始作看看是不是會有所改善 俗話說人心難懂 就連動物們也有自己的脾氣 有些毛小孩可能因為生活上不適應 或者主人行為舉止產生了焦慮 或者難以理解行為 狗狗訓練師就建議 飼養前要三思 以鼓勵代替者罵 用正確的觀念和訓練方式 才能和家中的毛小孩建立良好溝通 最常見的錯誤方式就是 比如說你狗狗在叫 你用自止的方式罵他 那這些都會讓行為變得更嚴重 那如果使用正向的方式的話 應該是要在狗狗不叫的時候鼓勵他 這樣狗狗才會學會不叫 才是主人喜歡的 然後我們要再去尋找 廢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要尋找要把這個廢教原因移除掉之後 廢教才會消失不見 做錯的行為就是越去阻止他 其實是在激勵他 就是更往這方面 就是其實第一件事就是先都不要理他 對 就是比較大方向的啦 對 因為總是第一步都會說不行不行不行 可是其實殊不知這樣是 反而是激勵他 飼養寵物除了要有耐心和包容 狗狗訓練師也建議 雖然寵物看起來很乖巧 但野外物種非人飼養 習性大不同 盡量不要就貿然互動 以免弄傷自己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先用食物引導狗狗做